韩说有这么一个和尚 他不老不死 没有心脏也没有呼吸 但是只要紧握手中的蝉杖 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他就是被光选中的驱魔人无心法师 这天他头戴斗笠沿着山路行走 身后一支军队正在冒雨赶路 泥泞的山路让无心脚底一滑 一不小心摔下了万丈悬崖 为首的军官想要拉住他却也无济于事 当他再次醒来 身旁坐着一个啃馒头的小姑娘 看到树叶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女孩被吓得拔腿就跑 不慎被树枝划伤了腿摔倒在地 无心急忙道歉让他不要害怕 自己只是饿得厉害想要讨口似的 看清无心是个活人并非鬼怪后 月牙这才送了一口气 他把仅剩的半个馒头给了无心 无心结果立马忙吞虎咽起来 为了报答月牙半个馒头的恩情 无心便一路背着他来到了文献 就在两人分别的时候 月牙头上泛起一团诡异的紫光 无心知道他这是被斜碎冰上了 不放心的他便一路跟着月牙想要送他回家 为了摆脱无心 月牙随便指着一户人家说是自己的家 此时这家主人刚好打开门 以为月牙是乞丐便赶他离开 原来月牙是从家里逃婚偷跑出来的 他不想嫁给地主家的老女做八一胎 本来打算来文献找个落脚的地方 现在腿又受了伤根本找不到工作 他把一切怪在无心身上 无心打开可以看穿一切的黄金桶 发现一处宅子被子气萦绕 定是有邪碎作怪 顿时便想到了赚钱的办法 他们来到不宅 开门的是管家大女 你有谁 无心到处他家中有邪气 你家有邪 最近死了不少人吧 此言一出大爷当即一哆嗦 没想到眼前这个和尚竟有这般本领 急忙去通知宅子的主人顾玄武 他叮嘱无心在屋外等候千万不要进去 等着等对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无心害怕月牙腿上的伤会落下病根 便扶他进院子休息 院子里到处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我去找些东西来 帮你包扎伤口 你在这里等我 那也别去 月牙想从井里打些水来清洗伤口 不料井口竟然冒出一缕缕头发 危急时刻无心及时赶到 月牙快跑 就在头发马上要追上月牙时 他身上的紫光再次出现 击退了追击而来的头发 无心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带月牙离开 两人重新回到门口坐下 这时管家大爷赶了回来 看着敞开的大门知道两人已经进去过 但看两人毫发无伤 可见他们是真有些本事 大爷赶紧把两人请去了司令 顾玄武看着一身破烂装扮的无心 怀疑他不过是的江湖骗子吧 可当他看到无心的袖子时愣着 原来几天前就是他导致无心滚落悬崖 如今这人又好端端地站在眼前 难道说他真有几根本理 他招呼两人坐下一起吃饭 看着昏速不济的和尚越看越像个骗子 无心看出了他的顾虑 扬言现在就能带着他驱除邪碎 第二天他们来到宅子 无心开启黄金铜 一下子就发现了水井的与众不同 他在如何驱除这井中的邪碎呢